欢迎收看《心灵急救》的节目 今次我选了一段新闻关于跨境学童 这新闻是来自国内比较远的地方来香港读书 香港的学业程度一直都是很高的 他们来到其实很努力读书 有一科相当难搞就是英文科 家长自问自己的英文程度都不高 甚至没什么所以很难教他们 值得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如何引发他们温习的方法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 就是原来成绩高学生不关聪明 而是他们的心境经常感受到读书是开心的 而比读书多是比较紧张的 比例是40比30 即是开心时间比较多 但成绩差学生的比例是16比55 即是经常发觉到一看一本书就不开心 所以要变成这种东西就要教家长自己做些示范 就是你自己如果不紧张的时间 多些用开心的方式来刺激他 第二个方式就是 那把口我们经常说 读完了你就很开心了 因为读完了和不读完 是有很大分别的 那小孩就会把这个希望感觉去尝试一下 第三就是我们要试想想 如果读完了之后 会成功的这种叫做信心 信心就是未发生 才好像看到这样 所以看本书也是这样的 一课书看了三分一 好像快要读完的感觉 第四方面反而是更多的 就是一个信念的问题 因为读书本身有很多字 很少公仔 这些全部是靠 度过一个比较闷的过程 要教个小朋友 你要接受这个基础 例如拼音这个基础 但当你得了之后 跟着的东西没有那么难 第五个说法就是要信 学问迟早会有用的 很多学生和小朋友 都觉得 到来做什么 都没有用的 但是告诉他们 第二天上班 甚至第二天 你做父母可以教很多人 你发觉到自己迟早有用 会坚持自己 要学多些东西 第六个就是成功感的发展 成功感是什么 原来我读了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才发现有些东西 初初看不到的 好像尋寶一样 是格外惊喜的 所以每一次 当个小朋友说 现在明白了 我们要开心点 来反应 第七样东西 是一种我们现在 各个人都应该享受到的 就是看一本书 看一本书 其实好像 跟一个聪明的人 跟你在聊天 你在看他 寫给你一封信的感觉 这是人生的乐趣 所以如果家长自己 都享受看书的乐趣 会影响到小朋友 喜欢克服困难的科目 所以如果你 都遇到一些处境 想不通 真的很想找一些 改善的方法 请你把你的处境 电邮给我们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 尽量为你解答 祝福你 家庭里面 有一个很快乐 一起温习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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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